北区玉德里的社区志工们最近把里内的脏乱点变成美丽的蔬菜廊道 并且种植将近1500颗的有机蔬菜 而廊道上的蔬菜不但完全不喷发农药 同时也开放里民来认养 里长表示首批采收的蔬菜将会拿来易卖 所得也会捐给社福团体帮助若实 鲜嫩翠绿的青菜在土壤里成长茁壮 一整片绿色的菜园 是北区玉德里环保志工们的心血结晶 在三四百公尺的长行廊道上 种植将近1500颗的有机蔬菜 这个巷弄本来是一个很脏乱的地方 那附近的居民都把他们家里的不要的一个汇气物 像棗盆浴缸都拿到这个地方里面来种菜 那非常的杂乱很难看 那我就发动我们里内的这个环保志工 利用了好几天的时间 亲印了这个三部大卡车的一个汇气物 把它清走 然后重新规划来把它整理 现在目前有菊具 还有呢A菜 铜蒿 大概五六种的菜 但是未来我们希望它是多元化 因为它是一个教育教学的一个场域 将废弃的木板清除再开始摆放菜鸟 原本脏乱不堪的环境 变成美丽的蔬菜狼道 不但完全不喷洒农药 并开放里民任养 城市里的开心农场 也让里民看了就很开心 我们原地是都在这儿驾去 这原地就很垃圾了 不然这咱们才半个多月前 我们现在驾到这儿向远 发现一个亮点 我觉得这个蔬菜都市 要看到这个蔬菜不容易 就变成很漂亮很漂亮的菜园 我觉得这样很好 李蒋表示 狼道上的蔬菜 不但完全不喷洒农药 而且第一拼收成的蔬菜 将会举办义卖活动 并将所得捐给社福团体 来帮助弱势族群 记者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导